陈慧琳,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可以好自然地用我的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喜怒哀乐,去感染听我唱歌的人。 每当别人听完她唱歌之后,都会变得开心积极,当每个人都开心和积极,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陈慧琳香港著名女歌手及演员,1972年出生于香港集关上海。 只有19岁的陈慧琳被自己出众的外形条件而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广告的拍摄,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开始踏入娱乐圈的。 在刚入行时,陈慧琳就凭着自己的一副好嗓子和自己的努力,一出道就迅速走红。 在以后的发展中,陈慧琳停戒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如既是本《二花宇宙》等歌曲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并且拿下了1999年和2000年的《最受欢迎女歌手》,不仅收获了许多的奖项,更获得了无数人对她的喜爱和称赞。 不过,相比于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更值得人称赞的是她的洁身字号。 出道多年,还林飞闻,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直就是一位相当正经正派的演艺明星。 个人生活,事业上很顺利,爱情上也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2008年的时候,陈慧琳就与自己拍拖16年男友刘建浩,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刘建浩,曾留学美国,毕业后帮助父亲打理多年的《自带花生意》后自组公司。 2009年两人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刘生,英文名Chase,寓意续日出生。 2012年陈慧琳再次诞下二儿子,取名刘生,称字寓意珍贵的意思。 有人追问陈慧琳是否要女儿,但是陈慧琳果断丰度,宣布不再生了。 而婚后的她,为了家庭和孩子,曾经淡出过乐坛一段时间,直到现在,孩子慢慢长大了,她才开始,渐渐回归乐坛了。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点一下关注,下期更精彩。